你好 欢迎收看8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中华职棒统一师今年度第二度 在花莲主场系列赛 一连三天在花莲的德行棒球场举行 而首日迎战中信的兄弟相对 两支传统球队对决吸引爆满的球迷 近来加油呐喊 两支传统职业棒球队 再度在花莲限力棒球场进行对战 中信兄弟相寻求避免三连败 统一7师则是必须守住花莲主场的优势 开赛前球团邀请花莲跆拳道好手胡巧妮林炳红 担任开球嘉宾为赛事揭开序幕 欣赏所有的球迷来掌声加尖叫 谢谢大家 3 2 1 请同出 哇 好球 两队记甲者众多球迷强大的加油气势中再度决胜 同时花莲新政府也将在8月4号至8月6号 于日出大道以及泰巴郎祭祀广场 以大萤幕同步直播 U12世界杯少年锦标赛 中华队与各国代表队的精彩赛事 也邀请乡亲到场 一同为中华队加油打气 记者凌桀 华临市采访报道